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 人们闻政治色变 尽管政治学习不停 突出政治不断 但讲政治却只是中共的专利 民众如果谈论政治 就会被认为是有政治企图 或是图谋不轨 搞政治这个大棒 一直是中共镇压异己的武器 尽管中国是个政治大国 但在中国的大学里 没有中国政治这门课程 在中国也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 2009年5月 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的 透视中国政治艺术 打破了国人谈论政治的禁忌 把中国政治从中共设置的暗箱中曝光出来 也为人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政治真实状况的窗口 透视中国政治一书一经出版 就被中共当局列为禁书 许多大陆朋友冒险上网求购 为帮助大家了解这本书的内容 以及中国政治的真实状况 我们采访了这本书的两位主编 程晓农和吴郭光先生 今天我们首先请程晓农先生和大家谈谈 禁书透视中国政治 程晓农 祖籍南京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曾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 曾任提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和副研究员 自1989年起 作为访问学者 程晓农先后赴德国经济研究所 戈廷根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研究 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 1997年至2003年 程晓农任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纪刊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 《透视中国政治》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透视中国政治》是一本文集 它是搜集了 我在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期间 在当代中国研究这本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但是这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 基本上都是实际的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现状 然后指出它们的特点 问题 所以它的论层次来讲 比普及型的文章要深一些 但是它仍然不是一种纯学术讨论 它是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 或者说是一种管道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是你们有了出这样一本书的想法 从1997年到2009年的10月 我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主编 那么我们刊登过很多文章 然后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 我们讨论社会经济问题 这些问题在互联网上 在国内媒体上还多少能够触及到一点 但是我们的作者当中很多人送来关于政治话题的文章 我们刊登了以后就发现 国内没有相应的地方刊登这些文章 天天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里头 但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中国政治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责任帮助国内读者了解一下 他们所生活的政治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体制 主 您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本书其实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就是从1949年到今天 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政治当中 但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 没有一本书系统地分析过这些东西 这是第一本让中国大陆读者读到的 是国内的作者写的 介绍中国政治制度的这么一本书 中国大陆人看不到多少中文的出版物 介绍中国政治的 而且中国政府不让大家把海外出版的 有关中国政治的外文书籍翻译在中国出版 所以换句话讲 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生活的 这个大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真话真相介绍给大家 第二点就是介绍这个真相最好的 这个介绍者不是海外的人 而是国内的人 原因是真正只有生活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内的人 他对这个体制本身才有更加贴切更加准确更加直接的感受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海外的学者 在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或者书 但是他们的毛病在于他们并没在那环境里生活 他偶然去中国转一圈就回来了 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或者是物理看花 或者是隔靴搔痒式的分析 就是让国内人看的总是那么不到位 那么中国国内其实没有很多人能有机会发表这样的文章 因为中国的刊物报纸都是党的喉舌 你要真写出了真话来 那喉舌是不等的 所以好在我们这个杂志 当年我编的这个当代中国研究是在海外出版的 所以我们能够发表所有国内作者 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分析 这样的话 等于说内部人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通过一个在海外出版的媒体 发表出来以后 现在我们再把它介绍回给中国国内的读者 让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出口再转内销的形式 能够了解到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是由我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教授吴国光先生共同编的 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我们都在中国的政府系统里工作过 所以也可以讲就在中国那个政治体制里头工作过 吴国光先生最早是在人民日报的评论部 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评论员 所以他对人民日报这个喉舌怎么运作的 有深刻的了解 然后他又在报同任主任的中共十三大以后建立的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 所以他对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政治改革 以及中国政治体制存在什么毛病和弊端 也有很深刻了解 那么我本人1985年的7月以后到86年的7月 我就直接在全国人道常委会的研究室工作 那就是按宪法讲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所以在那里也能直接通过这个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本身的运作 能了解到到底中国政治的真相真相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 以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们的观察 我们比较能够判断 就是作者们有关中国政治的分析 哪些分析比较到位 哪些分析比较深刻 哪些分析有读到之处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选择出来的文章 至少会比较贴近国内读者的需要 那从这本书名《透视中国政治》呢 这里边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政治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另一个呢就是什么是中国政治 那我想首先请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您认为什么是政治 孙龙山讲过 政治就是这个管理众人之事 那么也可以说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 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在西方就包括香港台湾都是有非常准确 和统一的这么一个认识 就是说政治实际上它指的是这个国家的 基本的政治制度 比方讲国会 政府 政党 选民 司法等等 这些方面的基本制度 然后它主要介绍的是说这个国家的国民 它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利 然后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怎么产生的 政府产生以后包括国会 他们之间是如何运作的 政府对选民应该如何负责 国会对选民应该如何负责 国会和选民之间如何制衡 然后司法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东西听起来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相当陌生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 天天要接触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 但是中国人不懂中国政治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这些关于政治的基本概念 在香港 台湾 亚洲其他国家以及西方国家 那是一个从中学生开始经常接触到的词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生疏 但换到中国人就不行了 原因就是中国这个制度本身排斥中国的政治 不许大家谈这个问题 换句话讲 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 那为什么政治在中国是个禁区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区别 在民主制度国家里头 实际上政治是个透明的 我们以一个县为例 这个县的县长或者是一个政的政长如何选举 那是必须向这个政的全部选民公开 然后大家来投票 这个政长的候选人要向大家提出 他愿意怎么样为政民服务 然后他有各种纲领各种计划 大家满意他的计划 相信他的能力 大家就投票选他 那么任期是很短的 然后如果你做不好 选民觉得这个人不合格 我们不要他 下次把他选掉 换一个他们认为 相对满意一些的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选举 被选举 还有选举完了以后 他选民怎么监督他 这都是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的 同样的 在美国都是有这样一套程序 比方举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 叫做C-SPAN 基本上是国会开会 他就固定在那里 实况转播国会开会的任何内容 目标就是让选民知道 你关心的你选举出来的议员在国会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他对哪个法案是怎么投票的 你满不满意他投的票 如果不满意 你可以打电话到他的代表处 跟他的助理讲说 我不同意你这个议员这样投票 如果你要再这样投 我们就下次不选你了 或者说我们支持你 你这样做 我赞成 当然不同观点的选民会同时找这个议员 州长总统都是一样 他是要对选民负责的 是选出来的 有任期 而且选举有一套规则是公开的 同样的这套东西在专制国家就不一样 专制国家所有的政治都是黑箱 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市长是怎么认命的 其实这个市的市民是不知道的 认命完了以后才宣布 同样的国家主席是如何产生的 那也是黑箱作业 绝不让选民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写的 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那么如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真的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那么中央政治局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归他领导的 还是在他上的 如果是归他领导 那么在中国宪法里还写的 党领导一切 那到底是党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领导党的政治局党的中央 像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是不许讨论的 甚至连问都不能问 原因在于在这个专制国家里头 它的政治是有两面的 一面是用来对老百姓做宣传做洗脑教育的 比方我刚才念到的说 宪法里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对老百姓做宣传的 但它还有另外一面 背后的一面 背后的一面就是实际上 那句话是假的 真实的含义是 中央政治局是领导最高权力机关的 换句话讲 在宪法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上面 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机关 那个是宪法不写的 由于政治在中国是个黑箱 不许讨论 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对它是唯恐避之不及 我举一个例子 一直到80年代初 中国人还有这样一种说法 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个话听起来是说好像学数理化最好 但背后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大家对政治是有恐惧的 唯恐沾着它 所以在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搞政治 一听到讲搞政治 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和搞阴谋差不多 那么问题是中国的政治 还真的跟阴谋有点像 就是它有好多黑箱作业 不透明 有明的一面 暗的一面 阳的一面 阴的一面 所以正因为它这么复杂又这么不透明 再加上从幼儿园到大学 所有的人都得上政治思想教育课 而这个政治思想教育课 教育的内容就是不许对中国政治提问题 你们只能按照党规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 背那些教条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很绝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是不懂政治 第二是不敢了解政治 第三是不敢问政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编这样一本书 您曾经说过在中国没有中国政治这门学问 这个是指什么是在中国大学里没有这门课呢 还是指他教授的东西并不是政治的内容呢 首先呢在1978年以前中国大学没有政治系 不开设政治系这个专业和这个系科 七八年以后呢陆陆续续的各个大学 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增加了这个政治系这么一个系 我们拿我熟悉的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的比方讲北京大学做对比 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系呢是分四个专业 政治思想史 美国政治 比较政治 国际关系 比较政治讲的是其他国家的政治 国际关系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政治就是讲美国本身的政治制度 政治思想史讲的是思想史方面的理论和观点 那么中国的同样的比北京大学为例 他们有政治思想史 有国际关系 有类似于比较政治的国别研究 但是北京大学唯独没有所谓的中国政治 换句话讲所有的中国大学的政治系全都小心翼翼的避开了中国政治这个专业 第一不设置专业第二不开这个课 所以吴公王教授在他写的这本书的前沿里讲 他说很有趣 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政治系都教本国政治都有一门这样的课 可以讲在美国大学里这是你的必修课 美国大学生不管你将来主修理科还是文科 学校里要求你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这几门课里总得选几门上 作为基本要求其中大部分人会学美国政治 因为这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 所以英国大学有英国政治 加拿大学有加拿大政治 日本大学有日本政治 但到了中国 有外国政治没中国政治 就好像中国没政治 但是吴公王教授也提到了 中国有另外一个词叫政治学习 就是中国哪都有政治学习 四个单位就有政治学习 现在少一点了 但也没完全绝 还仍然存在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国有政治学习 没政治学 没有中国政治这门研究 其实用一句通俗的话讲 其实蛮简单 就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太黑 共产党不敢让大家去讨论分析 所以干脆咱们不教了 也不开这门课了 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结果 就全中国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中国政治 尽管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钟 都被中国政治拴着 拴得紧紧的 没有哪一个人不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什么话 什么时候能说不能说 换句话讲 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 把中国政治变得黑箱了 也变得肮脏了 另一方面 他把本来可以透明公开的政治 变成了一个只能地下的 偷偷的 悄悄的谈的事 因此 越来越多的人 在政治上 出一种糊涂状态 我举个例子 权力和权力 权力就是 英文叫power 权力 英文叫rights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在英文里非常清楚 但是在中国 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 连人民日报 在几年前都分不清楚 原因是中国人没这概念 中国人只知道权力 就是power这个字 谁当官 谁有权 这大家知道 但是谁当老百姓 谁有自己的权力 那个rights 有吗 没有 所以老百姓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人 一个顺名 一个小名 中国后来流行个词叫屁名 人们都是屁 这实际上 深圳的那个官 说了一句话 就你们老百姓算什么 你们算个屁 啥也不是 我们想要你们怎么样 你就得怎么样 这就是中国这个政治 不能让老百姓触摸 不能让老百姓了解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一旦让他们了解了中国政治是什么 这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他们了解了 他们就会要求 只要获得政治权力 共产党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为了维持它的专制 它是要千方百计 把中国政治 这些必要的教育 还有这些必要的研究 全部被杀掉 就是共产党经常会 把政治 就作为挥舞的棒子 如果它想镇压谁 就用这个谈政治来抹黑谁 那比如说 就说法轮功搞政治 是很多民众 因此对反论共产生反感 政治不是谁的专利 政治是每个老百姓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 要不然中华人民共产党写法里写 有言论自由 接受自由干什么 中国宪法里写的这些话 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尊重它 而是因为所有国家宪法都写了 它不敢不写 它只是不想做而已 我们想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写了老百姓不能做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 如果说法轮功搞政治 只不过是在争取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 那本来就应该还给他们的 剥夺者才是错的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公民有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 这都属于政治权利 但有吗 中国人其实没有 既没有言论自由 也没有结社自由 更谈不上出版自由 大家可以每天看到无数的例子 比方互联网现在被封得多厉害 手机要实行实名制 博客不断地要求自律或者是被封杀 这都一再表明中国其实没有这些自由 那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能有这些自由 不能有宪法规定的这些自由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有这些自由 有了这些自由 中国老百姓生活状况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换句话讲 这里就涉及到你懂了中国政治 才谈得上政治改革 那么中国政府之所以不让大家问政治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抹黑政治 它的目的就是恐吓大家 你们别问跟你们没关 你小心就掉 你要想这个事本身就是麻烦 小心脑袋至少小心饭碗 所以有了这层威胁以后 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就认为说 政治最好不要碰它 别搞政治 在他们看来搞政治就是搞阴谋 讲的难听点搞政治你有政治野心 但是没有人想过 我们如果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结社自由 没有包括游行的自由 中国人还是公民吗 如果不是公民你只是奴隶 你的生活状况还能有保障吗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中国人在谈到维权的时候 这个他们绕不开的问题 就中国人很多人知道说 我当我的权力直接被侵害了 我的地被占了 我的房子被拆了 我要维权了 但你想没想过说 如果你连基本的政治权力都没有 你上访被堵在家门口 你上网去贴发条消息把你扣起来 或者是你用手机发条短信 马上就上门来追查 这种情况下 你想维权都维不了 换句话讲 就是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力 中国人连像个人那样的活着都做不到 所谓专制体制指的就是专制者垄断一切权力 把老百姓的rights 就是老百姓的权力被剥夺的一干而尽 那么如果谁在这个专制社会里头 觉得我们不愿意被剥夺 我们也想讨论讨论我们该有的权力 写在那宪法里头哪 你们凭什么把它剥夺了 在共产党看来这就是挑战 但他不能够明的说说 我这就是专制 他还得挂力外国招牌什么什么 人民民主 又是什么代表无产阶级 什么三个代表之类的 但是他实际上的真实含义是 政治是我的事 是我们当官的事 是我们怎么统治老百姓 是不许你们反过来用政治来挑战政 政权挑战当官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不能够调到共产党讲那个讲政治 搞政治这个宽宽的去 但是现在好像是老百姓也会 如果说你搞政治就会对你就是有很大的成见 或者说觉得是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这就是非常一个奇怪的 在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 首先你要做顺民 做顺民就不能问政治 不能想政治 所以很多家长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子女 不要去关心政治 这个政治的含义呢 其实就是上面的事情 那里面复杂的那 这个黑的那 咱们老百姓管不了那事 别问他们爱怎么怎么着 我们有口饭吃就行了 这个想法的产生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的产物 就中国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变成这样 这样的话 共产党这种黑箱政治 这种把老百姓的政治权力完全剥夺的政治制度 才能够维系下去 那么反过来 如果老百姓觉得这种状况很正常 天经地义 我们就是不该问政治的 政治就是黑的 那上面的是要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不要政治权力 我们不集会 我们不游行 我们也不要言论自由 我们也可以不用互联网 有口饭吃就行了 我们当顺民 如果抱着这种思维 那么这个老百姓的未来的前景呢 是只会越来越糟糕 老百姓越是放弃政治权力 越是对自己的权力 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 那么他越容易被政府官员侵犯 侵犯的结果是他们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面 就现在中国老百姓也有进步里面 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政治 关心政治了 过去这五年七年中国的群体事件不断的爆发 老百姓的维权运动越来越多 很多人开始运用基本政治权力这样一些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中国人还是一个害怕谈政治的社会 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 其实就是把专制者垄断在手里的政治权力 这个力是力量的力 变成每一个老百姓都拥有的政治权力 这个力指的是利益的力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个转型 中国现在很多人在谈政治改革 其实中国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怎么样让宪法规定的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权力 落实到每个人手上 让每个人有自由能够行使他的政治权力 透视中国政治全书共收集了20篇文章 内容涵盖了国家与社会 政治制度及其运作和人权与民主转型三个方面 其中政治制度及其运作部分 共收录了12篇文章 超过了全书篇幅的一半 我们单单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感受到 当今中国政治正在跳动的脉搏 尽管透视中国政治一书收录的都是学术文章 但作者们一扫学术文章声色难懂 高深莫测的诟病 他们清清楚楚的讲概念 普普实实的说事实 使得这本书概念清晰 内容生动 无疑它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真实社会政治状况的难得的读物 那您觉得有哪一些就是您认为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 能不能就是重点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举几个例子 因为我自己在全国人大常委工作过 可是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 我当年所直接观察到的 这个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模式以及它的特征 但是我们搜集的文章中有几位作者是谈这个问题的 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分析的相当深刻 比方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它和政府是什么关系 和国务院是什么关系 和中共中央是什么关系 到底谁听谁的 谁找谁的指示办事 我记得江苏省社科院的英科夫先生 曾经很详细地分析过这方面 当然他也分析过 比方讲民主党派 政协都是怎么运作的 很多人都知道民主党派政协是花瓶 但这个花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叫它花瓶 再举一个例子 重庆市委党校的一位教授叫于忠 他在这本书里一篇文章 就很生动地分析和介绍 在中国官场 比方讲现一级 怎么样才能升官 这个事情呢 人人都知道里面有行会 但这个规则是什么 就那个行会的规则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行会你才能升官 还有呢 什么样的人需要行多少会 他介绍了一个乡长 想要从穷乡调到富乡去 或者想升到县政府的一个部门去 当个局长 然后呢 他得怎么样行会 比方讲他要去通过管道 找到现为组织部长 然后组织部长呢 是不能和他在办公室里收钱的 也不能在家里收钱 那两个人装作不认识在街上碰到 然后呢 钱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一个什么样的包装里头 双方是既没有说一句话 也没有任何委托和交代 彼此心照不宣 我把你的包从你手里接到我手里 我们俩就分手了 以后这个钱的数量的多少 决定了他能不能调到他最想去的县政府 如果不能调一个好一点的乡 是不是可能 他这篇文章就很有趣的介绍了 官场的钱规则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像这样的东西 他并没有太多的很尖锐的批判 但是他是帮助中国人了解 在政府台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话里头 和这个媒体上冠冕堂皇的宣传背后 有些什么样的真实的钱规则在运作 然后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那样运作的 我再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开会 在中国生活的人没有人没开过会的 谁坐哪个位置 事先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 尽管不写在纸面上 然后你根据谁在主席台的位置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将来是要升迁了 还是要往下调 这些事情 大家天天生活在当中觉得习以为常了 很少有人去思考 开会作为一种仪式在中国 它有多重要 然后它起什么样的作用 还有会场 主席台上的人和会场里那些听会的人 他们之间是应该如何互动 比方讲当领导讲到什么话的时候 底下人必须鼓掌 要鼓多久 大家都鼓掌 你不鼓会是什么样 那么我们这里面登的浙江财经学院 一位教授叫刘光宁 他的文章就很好的分析了 很透彻的分析了 开会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国家 它起什么作用 它是中国政治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个环节 用这种仪式 把这个上下这个领导被领导服从 还有这个下指令的这种关系给固定化 模式化了 中国人在这个模式中成长起来以后 很容易在政治上成为顺民 同样的我们还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一位作者专门介绍了军队的所谓社会化 社会化这个词在社会学里指的是 一个人从他的青少年到他成年到二十几岁 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观念的形成 就在他看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这个过程在各个社会都会发生 那么在中国在共产党这个专制统治下 军队的成员特别是士兵 他们是如何在军队里头被通过洗脑 通过政治上的各种纪律和仪式的束缚 把他们慢慢的引导到一个为了共产党的利益 而不惜与人民对立的那么一个状态 看过这个文章以后了解到军队的成员 特别是士兵如何被洗脑的 很多人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会发生六四 中国的军队毫不犹豫拿起枪来就对着老百姓开枪 所谓人民子弟兵杀人民 看这篇文章就能了解军队的洗脑教育 它本身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一点的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加州一所大学的徐奔教授发表的那篇文章 就是国家罪错 它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它帮助中国人跳出一个苛咎 就是说共产党有什么不可批评的 共产党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指责它 它犯了明显的罪错的时候 难道不应该追究它的责任吗 在中国的共产党营造的政治化语里头 国家这个词本身带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其实从古代汉语来讲 皇帝才用这个词 政绩国家 那时候的国家指的是国家机器 在皇帝的眼中 他的治理国家的这个国家机器 当然是至高无上的 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呢 中国后来虽然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 宣称中国是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应该来讲 这国家机器就是为民众服务的 不是为皇上服务的 但实际上 共产党使用的国家这个概念 仍然是皇帝的概念 就是高高在上超越人民 不是代表人民或者是服从人民 而是骑在人民脖子上的 就驾驭人民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经常听到一个最常见的词 叫党和国家 那是不可挑战的 不可质问的 他不会做错事 做错了也是你错 你是不可以质问他的 所以在这个含义下 共产党经常动不动地提出 党和国家要求大家如何如何 这时候中国老百姓很自然 哎呀 党和国家要求我们 这怎么能够违背 我是中国人 我总要听党和国家的 按照共产党那个概念 党和国家 党是不可挑战的 国家是不可挑战的 这种情况下 即便他犯了重大的罪错 你都不能追究他 因为他指高无上 所以只能说是咱们回避 所以邓小平讲要向前看 别往后看 那过去是就不争论 意思就是做错了拉倒了 他犯了大错 那就是你们被迫害致死的人活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民众是不敢提党和国家有罪的 共产党其实在通过他的专制教育 在灌输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国家不错 这和说皇上无错是一样的 那么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国家做错了 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不犯错 不犯大错的 斯大林的国家制造了大清洗大屠杀 中国的共产党的国家制造了六十年代的大饥荒 三千多万人饿死 然后制造了文革 后来九十年代又全面迫害法轮功 这都是属于国家的重大的过错 现在塞尔维亚那个前总统米罗什维奇 最后被国际法庭判决是种族灭绝罪 追究他的责任 还有红色高棉 尽管中共共产党千方百计掩护他们 领导人照样受到最后的审判 他说明一个道理就是 一个政府和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机器 是完全可能做出迫害人民屠杀人民的重大罪错的 如果犯了这样的罪错 追究他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 他说你可能在他当政的那个时候 没办法追究 但绝不等于说历史就会容忍宽容他 历史是总有一天要算这个账的 但在中国想说党和国家有罪有错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大罪 党和国家是不许批评的 我想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 共产党特别害怕这个问题 所以也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我们这本书收了这样的文章 我相信读过的人会有很多思考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这样 希望读者们能够通过读这些文章 有自己的思考 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 我们就感到很欣慰 那您觉得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真正的了解 政治的真正含义有它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可以讲在从1949年到今天 共产党也建政60年了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政治权利和了解中国政治 有如此重要 因为即便在40年前 中国老百姓在毛泽东死的时候 那还是把老毛看作是中国的救星 老毛死很多人会掉眼泪伤心到说 老毛死了我们怎么办 似乎这天就塌了半边了 但是今天任何中国领导人死 没有老百姓再会如此 原因是时代也在进步 明智多少有点开 中国老百姓其实现在是在日常生活中 一步一步一步的离政治越来越近了 比方讲很多人现在翻墙 翻墙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国政治的挑战 还有很多人去维权 很多人在家里议论政府官员 批评政府官员 这就是对现在的政治的挑战 但是我的感觉是 大家目前处在一种半盲目状态 所谓半盲目状态就是说 他知道政府做的不对 知道这个体制有大问题 但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题 还有这些问题必须怎么样改变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编这本书 能够在这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加深认识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更希望说有人能够写出更好的书来 能够系统的把中国政治很深刻的分析 这可能也还要等待 因为中国的现实政治每天都在变 比方讲现在中国到处讲维稳 共产党为什么会觉得不稳 他怕什么 这就是每个人在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谁造成了共产党的不稳 是他自己还是老百姓 还有共产党维稳能维下去吗 最后结果是什么 还有共产党能够逃离政治改革吗 中国能不能够永远专制万岁 如果专制万岁 对中国会是什么局面 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 往这个层次去思考 这个时候就是中国社会真正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 无论是全情一时的总书记 还是无权无视的平民百姓 每一个中国人都被中国政治所影响所左右 即使您生活在海外 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也都会与你的生活前景有所关联 由于长久以来对政治的恐惧 许多人对政治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 不学习不探讨的鸵鸟策略 有这样一种说法 中国是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 但是中国人是最不懂政治的群体 透视中国政治的主编之一 吴国光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 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增加 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而认识中国政治的本质 了解政治与权力 是我们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 克服政治恐惧心理的方法和途径 因此 了解 追问 探讨和剖析中国政治 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 吴国光先生将与我们分享 他对中国政治的思考与研究 请您不要错过 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